不过这个心思很细腻之外 刚才讲了 她有男人做事的那种手腕 跟那种气魄 那么女性的那方面 这种非常心思 就像她细眼的好 其实她私底下 做事 做人都是一样 所以我知道 有些人在人生过程中 她有一些可以说 一点点滴滴一点的辅助 她都念念不忘 这是你的一个长处 很念旧的一个人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任何一个人的成功 绝对不是单靠个人的一个力量 像我能够有今天 我一直心里也很感激葛福宏 因为当初如果不是因为葛福宏 做节目她能够这样有魄力 然后给了我这么优秀的王伟忠 徐雅琪 侯文艳 这些优秀的人的话 哪里可能造就出一个我 所以我其实心里面 一直蛮感激他们 可是事实上 在这个演艺界有的时候很难讲 也不是说有人帮助 就一定可以怎么样 这个行业真的是需要 天时地利的人和 你做梦也没想不到 有一天你竟然会再主持节目 对 过去你多排斥 我都看着麦克风 一叫我讲话就糟糕了 只能被人家访问 我以前做中国小姐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时候连环炮 我一直不肯当主持人 坚持只有自己的范围内 我那时候认为 我是一个比较适合表演的 所以我一直坚持 我就表演就好 可是到后来是因为那个连环炮 中国小姐太红了 就变成其他的主持人 就没有办法 这个单元跳出来 跳出来的没有办法 我就只好到目前去主持 是是是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还很担心 我不肯跟蹦恰恰合作 跑到台南去问我说 另外一个搭档 如果是蹦恰恰可不可以 我说很好啊 他们就松了一口气 蹦恰恰刚开始跟我做节目 还记得他一直发抖 好 欢姐 欢姐 后来我跟他讲说 恰恰这样好不好 有一天我把他拉到后面 我说你就把我当个普通人 讲得粗一点 你把我当个屁好不好 这样很轻松 后来好像还是不敢造势 你先轻松拍他一下 我没有那个习惯 我是没有那个习惯 那个时候如果是你 我可能就可以拍一下 请拍后面不要真理 正面我会保留一点 我很怕正面拍完以后 竟然没有拍到什么 那你就很难看 所以有时候我们平常聊天 每次聊到老朋友他就说 我连第一次进华士大门 我都记得碰到那个时候 当时大明星叫杨忠明一些人 我在跟他问路 请问那个第几号朋友怎么走 那时候你是认得他了 他还不认得你 可是他手边的剧本一放 没问题 左走 左边右边 还跟你讲 让你觉得 他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 所以杨忠明到现在 他都是哥们一样的 其实蛮多好朋友都是这样的 他都讲的方方 你怎么对我特别的记得 只是一个小动作 他说我永远记在心里 我觉得人是应该这样 现在好像大家在一起 常常都会忽略了朋友 当初对你的一份善意 或是一个小动作 对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去帮助一些人 我们并没有目的 只是觉得说 哎呀 我自己在当新人的时候 曾经被欺负过 所以我一直希望有一天 我当新人的时候 我能够照顾别人 所以我过去在演艺界的时候 我一直很感谢陈莉莉 因为她也介绍我到歌廷去唱歌 我也很感谢陈殷杰 陈殷杰那时候也很红 我到她家去做课的时候 她替我放洗澡 所以这都是当主人的一些事情 她觉得她应该做 可是对我来讲 我始终记在心里 还有许秀年等等 对对对 她们那个时候 是在你的名气在你之上 可是她们都 跟你搭乘一片 她都记得点点 这是我们一个 值得我们这些人 菲玉清对我其实也很好 那个时候她那么红 我到她家去 她有好的榴莲 都跟我两个人躲着吃 客人 有一份带个榴莲 实在份量不多 这一看所有的嘉宾里面 只有你比较熟 好啊 什么什么 怎么能这样 那你要选择一下 就把她带到后面 请快 她说这是什么 他那时候还不懂 你乱讲了 你闭起眼睛你就吃就这样 好吧 我哪有这样 甜如蜜呢 怪怪 从此你就爱上了 没有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去了 你不记得 你要真的讲到谢 她才真的是流量到 谢 我要菲玉清 跟江蕙到我家去做客 在美国 这个我的小孩子 我们家教其实蛮严的 就是客人如果没有上桌的话 这个绝对不能动筷子 所以这个大家都坐在餐桌上的时候 就等菲玉清 江蕙都做好了 就拼命叫她 你在楼上不下来 菲玉清你快点 大家等你吃饭 她下来 她一下来呢 我两个儿子一看客人做好了 她们就把筷子拿起来 没想到刚刚拿起来 菲玉清说话 吃啊吃啊不要等啊 吃啊吃啊 不吃哪来的大便 拿着碗就撒掉了 心里想说怎么吃饭的时候 废叔叔说这个 他们到今天都很怀疑 为什么你妈妈 你不让我们说 可是你的朋友 到这里来的时候 她可以说 你破坏我的家教 做客做同一个月 其实每天 对他们也 怎么讲 虽然被你们训练得很严 但是后来也 哎呀 大家也笑开来 后来走了回国 我接了芳芳来一封信 自你离去之后啊 小孩子现在说吃饭都缺少了很多味道 你看 所以这个人可以潜移默化的 后来我赶快寄两个玩具 干在那个血糖上去 现在好了 自己家里有孙女 那个尿片不要丢掉 你知道吗 留给你 我知道你有这个嗜好 尽量留给你 说来真的 有一次我到美国看到 也有这个整人的玩具 也有尿片的 你看过没有 我没有看过 我哪像你啊 你专门注意这些东西 她有一次被我吓到 因为那个美国啊 很多人家里面都有种水果 她没事过去 她的手就很痒 有一天实在忍不住 就把人家拔了 拔了以后回家好高兴 她告诉我 芳芳你看 我刚刚在人家那个院子拔 我说你要晓得 这是人家私有的东西 如果抓你可以告你 她说那我现在怎么办 真的 美国是很重要 大家守规矩 还有一家 它是钓了好多紫色的 那个叫什么 好像加州蜜蜜还是什么 老师前面写了一排英文字 可是伸手又拿得到 我就一直拔 哎呦好甜喔 哇塞 每个口袋都装满 最后一天跟她经过 每天带回来偷把话 那个就是这家的 她走到那边看 哎呦您注意 这个英文字你看不懂 看不懂 内有恶犬 没有给她啃一啃真是好危险 说了说了还要唱唱歌 好啊 不过今天真的要跟观众说一声抱歉 就是如果歌诠释不好的话 哪里哪里 妳是不是太客气了 我不是太客气了 因为我很珍惜我的成绩 我怕观众一定怎么唱这样 那我先抱歉 因为我今天真的状况不是很好 这个叫《星星相应》这首歌 《星星相应》这个老歌有好几首 一个是《星星相应》 是指天上的心跟这里的心 天边一颗星周旋的 这个是这个星跟这个星 这个星跟这个星 另外还有一个星星相应 是星跟星 就男女之间的这个 星跟星的星 那我们带来是哪个星 是星星的星还是心里的星 你觉得你要学哪一首 你坐黄包车的那个星星相应 唱过那首歌的 你从看我唱那首歌之后 可能心里对我已经产生了另外一份感情 真的不错 是真的 是真的 你真的承认啊 那我想不唱都不行 当时我看你这条件出来 或是把你当奖夫人看了 除了欣赏还有敬重 那时候董钱宇老师 他帮我设计这一套的时候 他们多满意啊 每一个人都看着我这样出来 只有我坐在车上发动 我很怕从车上掉下 他前面那个浮车都不好 只要头抬起来知道 是是是 尤其是 平常表演穿西装 那天表演又穿那种 露着尖的晚礼服 那再万一真的摔的话 会摔得很难干 是 我们以前常常在一起作秀 我记得我有一次吧 是唱神音节的有一首歌 欧欠菜是吗 是 其今好人同罪 欧欠菜 有一天因为大家晚上聊得太晚了 就没有睡好 第二天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有一句 啊 啊 啊 不上去啊 我发现后台有两个人笑得很大声 菲玉清跟那个江蕙两个人 就一直在后台学我的那个 啊 啊 啊 是是 唱了 拉不上去要怎么办 可是 可是在台上又不能不把它唱完 所以我心里想算了 算了 算了 回去以后不要唱那么费劲的歌了 说到我们这些老同事啊 以前什么什么东西 除了歌唱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南部一下相处就一个把礼拜 好多的游戏都玩在一起 你还抱过我一次中了特尾 记不记得 可是我还有一次 特尾 我从来没有中过特尾 结果你说只是一场梦 写的人就写 不能再提了 我有一次还跟他讲 菲玉清跟我讲 一张牌就可以支付 我刚从美国回来 我什么还没搞懂 那时候好像是大家乐 他跟我讲一张可以支付 我说好 那我们一起玩 我没搞懂 后来有一天我跟他讲 菲玉清我告诉你 我听说08很好 你08一定要签 好 结果我一到后台的时候 电梯一开 他在门口等我 因为08开了 我好高兴 我开了对不对 对 可是我没签 好可惜 这个有一次他歌厅的中午有一场 他到了中午那场唱完就是 我跟你们讲 我刚做了个怪梦 这个号码 梦中有一个 比那是特尾几号 我哪记得 你好怪 你怎么解的梦 一个 我不知道 结果我们都写了不得了 你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我想你另外要开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呢 就专门来讲这些灵异的事情 因为我碰到过 太多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以前我是蛮TK的 因为我经常到处跑 所以不太愿意去提这些东西 因为提多了自己住饭店都会怕 可是我真的碰到过 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像他现在讲的这个牌 根本就不是说 因为我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完 我刚从美国回来 什么状况都不知道 就直接有一个黑影子来告诉我 什么好 就用手这样比给我 所以我就 就这样就比完了 就这样 就到了后台跟我讲 就跟我说好啊 写一点点是这样 不得了了 我觉得那时候大家高兴的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谁 我做了多少 200多万 200多万 请你剪掉一个零好吗 我没有读那么大 当然了 最后结局 是全部又咬回去 中了270 他要上飞行的节目 真的要小心点 多年金银的形象会毁尽蛋 对 说了说 又讲一点 不是说你也不见得要伤感 这是过去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更对你敬佩 就是说 你不要看他这样 他是 方方小姐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 可是对于侍奉长辈啊 那是让我们这个同事们 看了一眼都觉得 哎呦好感动 你对长者 其实也是最好的一个身教 包括你像子女见到你都是 毕恭毕 妈 爸 教育上站了 她子女都不敢说坐下来 而且是怎么讲 早晚问安 孩子是很孝顺的 非常传统 不是说我进得到校 但是我最起码我顺 我绝对做得到 是是 当然在这个人的中疗 总是没有说是很快活的 像她的这个 那个时候是公公婆婆还是 婆婆 这个怎么讲 躺在床上多年 可是被她在秀场工作之余 还能够照顾的这样 可以说是怎么讲 全身上下皮肤 都是这样的健康 随时 这个这一点 我觉得 都不假他人 也没有请人 亲自自己来 这个倒没有那么了不起了 还是有请人 哪里哪里 不过您这个 怎么讲 一有空的时间 随时侍奉在左右 让他们 我跟婆婆的感情是非常好 这个包括自己的父母 她都是随时这个 请安各方面 所以我们这方面 都非常的 现在 我讲到这一点 我妈妈今天打电话给我 我说我要录你的节目 我妈说好 那你明天再回来 本来今天我因为刚回国 我通常一回国 一定要先去看妈妈 那我跟她讲今天要录影 所以我录完你的 明天再去看她 你的面子很大 喔 菲律青 好 她有的时候 把你叫成鼻律青就是 好 我只会是 给你做朋友是在这玩意 很多的启示 很好的福气 谢谢 是 真的蛮温馨的 哪怕你讲的是假话 不要吵 我妈最喜欢 跟你在拉斯文家相反的事 对 对 那个时候我常常看到菲律青 有的时候 慌慌乱乱的 有没有看到那个红髮的 有没有看到那个红髮的 有没有看到红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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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哨把 她说她 她认为她妈妈应该起个哨把回家 随时我妈都跟她 常常在拉爸在探头 拉到没有啊 就是说到这个 美国的风光是真的不错 以我们国内的保守 去那边真的还蛮刺激的 不是 主要是因为我们 当演艺人员 在国内观众都很熟悉 是 那基本上观众 跟我们打招呼 或者跟我们聊天 我们基本上就是 因为知道她是善意的 通常我们都会 很和善的跟她们聊天 可是 在国外有一个好处 大家不认识你嘛 所以你在那边玩 你就比较放松 是是是 所以我姐姐 听我妈回来一直讲说 芳芳带你们去玩这么好玩 我也要去 我像你不方便 你不方便去 你去的话 大家输钱都怪你 她是光头嘛 其实大家输钱也不见得怪 以前我记得她在没有出家之前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家里 一起打打小牌 后来她就信了这个之后 她就每次都劝大家不要打牌 有一天突然间发现她出家 我是吓了一跳 出家了也就算了 没想到有一天打牌的时候 她叫大家不要打牌 没人理她 过一回一看她拿个沐浴在旁边 敲起来就念金了 不要多播 不要多播 她实在很可爱 我平常讲 你们家三个 我最喜欢的还是非常好 就是现在的亨树法师 她这个人没有什么坏心 没有什么心眼 没有臣服的 不过这一播出她是很高兴的 她知道有人愿意带她去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 我 我 不过再说 不过再说聊聊 你在美国待的比较长时间 真的在赌场你手气不好 跟看到的尼姑和尚会有 会怪东怪西的吗 其实根本没有 这就是输钱的人要找借口 说的也是 对不对 像这些人他们都是在奉献的 哪里说看到他们就会不好 是啊 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他们 我也觉得蛮亲切的 其实很多在座 很多都有一个和尚 只是长了低一点 奇怪 像你说这个我就不太听得懂 对不对 对不对